当播足球快讯 2021年7月30日 广州队在胜深圳队无难度 星期五晚上 中超章上演一场焦点大战 由深圳队和广州队狭路相逢 虽然深圳队近方不错 但是球队上将折损后防大将普拉里根直 今次面对攻击力强悍的广州队 深圳队落败的可能性较高 虽然深圳队在开季的状态相当一般 前五轮中超只有两胜两和一负的平庸战绩 不过自7月中旬联赛再次重启之后 深圳队的状态极为出色 上将四比一大炒青岛队后 最近四轮联赛球队豪取三胜一和 排名逆直线飙升 只不过对深圳队不利的是 球队主力射手亚伦卡迪斯依然相势未遇 风扇少了一个强力攻击点 与此同时 上将同青岛队一翼 后防核心普拉里根直在开场无奈 就因为一次防守造成了失受伤被换出场 之后经过诊断 他很可能赛季报销 这个对深圳队来讲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损失 攻击端 同防守端都缺少核心主力的深圳队 明显战斗力下滑一个档池 高拉特等人在内的规化球员的状态全面提升 上将帮助球队锁定胜局的一个球 是艾杰晨今季的第六个联赛入球 也是本赛季第五个运动战入球 比起上赛季只能靠佛球 同12码得分 今季的他可谓是重现昔日风采 另外布朗宁近乎全勤 已成为球队的后防基石 而上季水土不服的高拉特 以适应新角色的转变 他在前场的组织功效开始逐渐显示 即使是亚兰 目前亦送出四次助攻 并列成为中超助攻王 与此同时 本土球员亦有上街演出 上将正是杨立如为广州队打开胜利之门 而他在之前对青岛队 和重庆两岗竞技的比赛中 都有建功 广州队最近四轮中超总共14次攻破对手城门 超强的攻击火力 令其他队50分忌惮 在今季首循环 和深圳队的较量中 广州队以2比0拿到一场完胜 今次两队再次交战 相信广州队应该是会笑到最后的那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